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像我们看到这些洋媒来说 曾经有不同的人看到过 他就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说 当时你哪个想法 他可能会这样说 你那个中文的都 你那个淘淘不赢了 这样的 那么第一次你哪可能这样 这个洋媒中文的多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地方人气又来了 以后要来好多人来说 是不是我们回来搞个龙角鹿 是不是 所以当时他可能是悲观的气息 第一次来说 至于你的养威多不多并不重要 你能卖得出去 卖得出去 也好你亏不利 也好赚钱也好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有这份基地之后 可能就会有人进来 那么有了人进来 然后我就可以做一些配套性的服务工作 是不是 从来来增加我的收入 这个比较经典 为金钱做事 我为信仰做事 我比较你这家就用我种水果为你 如果我只为金钱 就是为了赚钱这个卖得要做事 那我就想办法提高它的产量 是不是 然后可能大量的使用花费 使用农娥啊 降低我的成本 对 然后可以就可以 就是我那样讲了嘛 短期内我肯定会迅速地就达到收益 但是如果是真的 一个人要想到做长远的 和杀人和担当 那实际上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这里面它也有一种情怀 有种什么样的情怀呢 就是我做这个事情的卖得 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我单身的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企业企业来说的话 就是在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良心和良知 我向别人提供了最优质的产品的时候 别人采取我放心的时候 我达到别人好的口碑的时候 实际上对我来说 已是一种成功的认可 它和单业的金钱去挣钱 应该说它有不一样的快乐和体验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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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